6月3号由郭晓东贾青等人主演的大型谍战动作剧《节中节》 在今举行了开播发布会 郭晓东当天因工作原因未能到场 女主角贾青则已一席粉色低胸李群 性感亮相 除此之外 剧中其他四位男演员也悉数登台 对现场唯一的女生大表白 不过无奈 女生心中最惦记的还是戏中的搭档郭晓东 并主动透露起两人拍戏时没少笑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长了一张笑脸 就是慈眉善目 就是她不笑的时候也在笑 笑的时候就像在 而不是不像哭啊 笑的时候就像哈哈大笑 然后就跟她一对戏 我就说你能不能别笑了 这么严肃的事情我们都要是你死别了 你笑什么 她说我真的没笑 我说真的别笑了 她说我真的没笑 后来她说我知道了 可能人年老了脸上长一折 不笑也笑笑 这边跟郭晓东平笑长 那边对于曾合作过的霍建华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要知道最近关于她和张欣宇的出轨新闻 可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啊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回应 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没法回应 因为华哥他是一个 因为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嘛 华哥是一个还挺低调的人 他也不是那种就爱说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懂的人自然懂吧 我也不知道 有股全娱乐 北京八道 6月3号 由郭晓东贾青等人主演的大型谍战动作剧 《节中节》 在今举行了开国发布会 郭晓东当天因工作原因未能到场 女主角贾青则已一袭 粉色低胸李群 性感亮相 除此之外 剧中其他四位男演员也悉数登台 对现场唯一的女生大表白 不过无奈 女生心中最惦记的 还是戏中的搭档郭晓东 并主动透露起 两人拍戏时 没少笑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长了一张笑脸 就是慈眉善目 就是他不笑的时候也在笑 笑的时候就像在 不是不笑 哭啊 笑的时候就像哈哈大笑 然后就跟他一对戏 我就说你能不能别笑了 这么严肃的事情 我们都要胜利死别了 你笑什么 他说我真的没笑 我真的别笑了 他说我真的没笑 后来他说我知道了 可能人年老了 脸上长褶 不笑也像笑 这边跟郭晓东平笑长 那边对于曾合作过的霍建华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要知道最近关于 他和张欣宇的出轨新闻 可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啊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回应 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没法回应 因为华哥他是一个 因为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嘛 华哥是一个还挺低调的人 他也不是那种就爱说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懂的人自然懂吧 我也不知道